近日来全市的疫情总体呈下降的趋势 在上海公布的复工复产 重点企业名录里有相当一部分 有格防疫的前提之下申请复工复产 目前申请得到了批准 公司正在做复工准备 一些总投企业的复工 来推动一系列企业的复工复产和复苏 大家其实对这个疫情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其实对这个正常的收获 正常的运营都有可能化 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大的企业 能够带动到一些小的企业 逐渐让我们园区内的一些 符合条件的所有的企业 能够正常的一起开展一些生产经营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内 进行一个逐步的爬坡 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单班的 满产的一个情况 从近期的工作成效来看 一周以来666家重点的工业企业 已经有70%实现了复工复产 鞋的产能力用力也在不断地爬坡 人工进场后 就要安排大家疯病在生产基地里 就是吃住工作都要在场序内 在疫情当下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我们必须要积极面对 积极行动 积极地克服一些困难 确实压力也比较大 但是毕竟得挺住 得坚持住 对吧 这是我们必须应尽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